第一届土城杯桌游大赛日前在林浦活动中心开赛了 而主办单位土城新互相协会理事长曾敬毅就表示 现在手机平板普及 导致父母小孩都在滑手机 亲子之间交谈互动越来越少了 所以在暑假特别规划桌游活动 增加亲子的互动 而桌游就是适合所有年龄层最好的游戏 在游戏中增加孩子思考训练反应力 培养挫折忍耐力 希望借助游戏来带动亲情 来带动彼此之间的情感 游戏绝对不是浪费时间 游戏就是一种学习 在游戏当中我们让小孩子学习挫折 我们要让小孩子协体旺盛的企图心 而活动中心不少亲子参加 有家长认为让孩子接触桌游 能够远离3C产品 而且也可以融入其中 增加亲子的互动 因为这样比在家里打电动 跟看电视还好 而且让大家就是我们可以 增进亲子关系 下一次的活动 我还要跟爸爸妈妈来这里参加 土城新互乡协会理事长曾敬毅 也进一步表示 现在的桌游都是由国外引进 鼓励我们国人能设计新创台湾桌游 用台湾的桌游拓展到国际桌游舞台 展现台湾特有的本土力量 中佳新闻林凯军卢秀娟 土城藏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